德国工商业与我们一直素来交好 双方之间也是长期进行着贸易合作 不得不承认 我国身为世界第一大经济消费市场 给德国车企带来的利润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可是随着德方的政策走向 开始与我们背道而驰 之前甚至还有消息显示 德国车企们将会接连撤离我国 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一、德国陷入能源危机 德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之一 它本身的经济是相当庞大的 而且同时作为早期那一批参与工业革命的国家 德国的工业、制造业技术都是相当先进的 就以汽车为例、奥迪、兰博基尼、大众等汽车品牌 皆是出自于德国 原本德国经济的发展一直都是顺风顺水 按照既定的规划 不出十年时间 甚至可能紧追美国 然而世事难料 如今他们直接就开始改变了经济的发展方向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与我们开始疏远 与老美开始贴近 今年二月份之后 老美对俄罗斯展开了全方位针对 不仅限制了俄罗斯的能源出口 同时还尝试着阻碍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老美带头做这种事 是因为它有底气、有实力 可是其他跟随这么做的国家 他们的处境显然就没那么乐观了 俄罗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能源大国 失去了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那些经济体量没有美国大的国家 第一时间就遭到了反噬 出现了能源危机的情况 就以德国为例 德国2022年7月的能源价格 直接出现了大幅的暴涨 涨幅直接达到了35%以上 在能源暴涨的带动下 德国其他产业的价格 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从整体来看 粮食价格也是相比于 去年同比上涨了近15% 虽然德国国内的股市 经济一直都在起起伏伏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 一涨就是小涨 一跌就是暴跌 二、德国车企撤离中国 都到这种境地了 德方还会继续坚持站在老美那一边吗 答案当然是会 德方不仅会继续对俄罗斯进行限制 甚至还会紧随老美的第二步举动 对我们也进行一定程度的围堵 德方拿什么来针对经济体 这么庞大的中国市场呢 自然是他们引以为傲的车企 都知道德国的车企能发展得这么快 盈利这么高 大多都是因为中国老百姓消费所带动的 可是近些年以来 德国的媒体上 却总是会断断续续传出 德国车企不需要中国消费市场 德国车企要撤离中国等负面言论 那么问题来了 倘若德国车企们真的接连撤离中国 到时候损失更大的会是谁呢 答案其实很明显要 因为在此之前 已经有个前车之鉴出现要 那就是澳大利亚 当时澳大利亚企业受到老美的鼓舞 不停在挑衅 甚至还大言不惭道 要对我们进行断供 澳大利亚确实有着一定的资源 我国也与其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 但当时澳大利亚表示对我国进行断供后 它境内的很多产业皆是出现了断崖式的经济下滑 整个国内的GDP都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跌 德方虽然实力比澳洲要雄厚很多 但中国是市场体量毕竟这么大 如果德国贸然将车企撤离我国 到时候这些车企会损失多少利润先不谈 但是他们的整体经济体系 就会出现严重的紊乱 毫不夸张地说 到时候德国的GDP会直接下降1% 换个角度来看 以2021年大众汽车的数据为例 大众在我国市场的汽车销量 直接突破了330万辆 要知道就算是大众在全球的销量 也仅仅只有733万辆 也就是说大众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足足占据了大众在国际上市场份额的45% 总结 我们一直都是保持着友好的态度与其相处 毕竟崇尚和平的中国 从来都不愿用武力去解决任何事情 德国的先进工业产品被输入到我国 只会是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从整体来说 德国企业想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经济状态 那就没有办法脱离我国的市场 德方眼下表示 自己会撤离在中国驻扎的车企 所以才有人会说德国的态度大转变 但无论怎样 还是希望德国企业能慎重考虑 与我们不交好所带来的损失 本账号部分内容数据 图片来自互联网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仅供学习参考之用 禁止用于商业用途 如无意中侵犯了哪个媒体 公司 企业或个人等的知识产权 请联系删除 本账号平台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近日 普京就中国台海局势表明态度 紧跟着中方宣布 军队入俄 引发美西方集体不安 据美媒报道 主管美国外交事务的 美国国务院8月17日坦言 非常担心中俄之间 在安全领域蓬勃发展的关系 美国国务院做出这样担心的背景是 就在前一天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 此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台一事 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不尊重 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挑衅 蓄意火上浇油 而且据环球网方面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 接受俄媒采访时明确表态 俄罗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 不会只停留在口头上 将以实际行动在台海支持中国 并携手应对美国 为进行霸权扩张而发起的挑衅 此外 就在美国国务院对中俄安全合作 表示担心 当天 中国国防部发布了一条重大新闻 中国军队将正式赴俄 当然 不是参加这次俄乌冲突 帮俄罗斯打仗去 俄乌冲突的主战场在乌克兰 这次中国军队赴俄 是去参加今年的东方 2022演习 同时参演的还有印度 白俄罗斯 塔吉克斯坦 和蒙古国等多个国家 据悉 此消息发布以后 不要说美国国务院 几乎整个美西方都感到不安了 以至于美媒开始着重激活此事 并且大力炒作中俄两国 给美西方带来的所谓威胁 甚至声称 这次军演表明 两国都有遏制 美国在全球主导地位的意愿 不过就是论事 虽说这次军演 并没有特意指向某些国家 但美西方感到不安 我们倒也可以理解 因为对于美西方 维持多年的国际优势地位来讲 中俄的合作 的确标志着 美西方好日子快到头了 危机已经来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俄两国组合起来的地缘环境 实在太过优秀了 本来目前全球几个大国集团之中 论地缘战略环境 美国无疑是其中最好的 一个超级大国居于北美 将美洲全荡成自己家的 还能通过军事和金融手段 主导欧洲局势 虽说俄罗斯可以通过 要太平洋向美国发起冲锋 但俄海军的确存在一定问题 中国海军实力构析 但美国多年来为了防止 俄至中国对中国足足设立 中武道岛链 其中甚至还有两道在印度洋 而中俄的外部地缘环境 虽然不能说恶劣 但各自都有缺陷 可如果中俄联手 情况就截然不同 对于中国而言 俄罗斯就如同中国从陆地上 应对美西方的一道天然前线 过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指出过 美国拜登政府的所作所为 促使中俄关系加深 俄罗斯成为了中国的前哨 俄罗斯就这样起到了帮助捍卫中国 不至于受到北约侵扰的作用 而对俄罗斯而言 海军装备的老旧 新式舰艇部族 是俄军在西太平洋最大的隐患 而中国强大的海军 以及对西太平洋局势的稳定诉求 则也能保俄罗斯东部平安 这次俄乌冲突 如果不是因为美西方担心中国展开行动 美日恐怕已经协同从俄罗斯东部动手了 而且 虽说中国一向不主张结盟 可是按照美国这段时间的步步紧逼 谁又能保证中俄的安全合作 不会在不结盟的前提下继续加深呢 如今俄罗斯还在中国台湾问题上 发表了比美西方靠谱的多的言论 这就为中俄进一步合作 提供契机 继续深化下去 有可能就构成一个覆盖范围远超北约的 超级防务合作集团 而且不仅仅是中俄 中亚 阿富汗 印度乃至伊朗 都有可能加入进来 北约将再也无法在欧亚大陆横行霸道 所以 中俄的合作 虽说目前还没有表现出对美国的敌意 但考虑到近年来 美国把中美 俄美关系 已经搞得要多糟 就有多糟这一事实 加上中俄的国际影响力 这两个国家的合作 已经令美西方被感担忧了 这将是美西方国际优势地位 经历过的最为猛烈的危机 中俄的大陆横行霸道